疫情严峻,目前花蓮台东都尚未有确诊病例 而相对的也吸引了外县市的观光客往花东避难爬爬灶 花蓮县政府17号就结合了花蓮县餐饮协会宣布拉高防疫措施 并且针对了县内13乡镇市餐饮、晾饭以及百货业等等 加强并落实防疫措施 疫情再次拉警报 虽然花蓮台东都尚未有确诊病例 不过为了减少群聚染疫的风险 花蓮县府结合花蓮县餐饮协会 17日下午开始 针对13乡镇市餐饮业者加强防疫宣导 我们希望所有的餐饮业除了以外带为主之外 如果要在里面用餐 一定要做到食联制、总量管制 全程戴口罩、梅花座或者隔板 这个部分我们从下午开始 公公署会同卫生局以及公所村里长 以分组的进行 逐条我们以村里为单位 前面三天 今天、明天、后天会针对花蓮市集安 这个部分由观光处这边来做强力的辅导 那13乡镇市会同步 那礼拜四、礼拜五 那县府这边也会下去会同公所 针对全部的这个餐饮业、量饭店、百贵业 来进行强力的一个辅导 那我们呼吁啊 所有的乡亲要有警觉心 那我们提高这个防疫的能量 要确保花蓮的这个防疫的工作可以做到最好 台湾人来哪里没有实名登记 然后不戴口罩 然后就站在那边这样嘻嘻哈哈的整群在那边拍照在那边吃 所以这个是比较危险的一个破口 所以说希望来买东西的人也要注意这个地方 而且排队的话 店家也要说多少人一个距离就先解散 卖完以后这些买完以后下一批再来 不要像长龙一样排的这样子 真的这是很危险的动作 17日下午 华联市吉安香油观光处卫生局村里长联合前往稽查福岛 包含量测体温、食联制、店内梅花座保持用餐距离 使用隔板等措施 希望要求客人全程佩戴口罩、用餐时再拿下 也鼓励民众能改以外带的方式 确保华联有效的防疫作为 接着长方燕华联市报导